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句话了 有手就行 但是这个罐子 瞧瞧这声味 这气派 位于僵尸罐子的顶端 我敢赌一个长按点栏 绝对是 不信我们就砸 嘿 我就说是红眼巨人嘛 第一吧 咱们先试个手 哦 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那我记住了 那我们就挑战开始 那我们开局砸出两朵道楼花 虽然少是少了点 但是咱们的卡槽啊 全都是紫卡 是不是 只要给我阳光 这大老花怎么真的掉阳光啊 这搞什么鬼 我们放一个豌豆射手 在第一路 第一路呢 是一个红眼巨人 我们刚才已经拆到了 然后的话 大老花怎么生产这么慢呢 我们先搞一个土豆雷 再搞一个 这是一个坚果墙 那么坚果墙配一个土豆雷的话 第四路应该就是无忧了 两朵大老花确实很慢 要生产 哇 确实很慢 但是人家质量好啊 又来了一个寒冰箍 那我们就直接砸地四路 是一个大野 那么这一路的话 就算你有巨人我也不怕 气球僵尸 刚好出来被打掉 这是一个什么呢 高坚果 来吧 直接干掉了 被一个土豆雷炸过的大野 他就是一个废人 但是这个红眼不要啊 没了 应该是没了 我们现在就剩一朵大老花 怎么打家王啊 前面呢 咱们就不提了 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误 但是从这一把开始 傻家就要拿出真正的实力了 看到没 开局就是一个高坚果 运气与技术五五开的那个男人 就是我了 哇 辣椒都来了 那第四路就拜拜吧 前面还有一个罐子 忘记砸了 这是一个寒冰菇 土豆雷 土豆雷就放这里吧 因为这里一个罐子 忘记砸了 然后的话 这个罐子好像是一个小丑吧 我记得 那这个罐子咱们先不砸 这个大野呢 一个高坚果 就能把这两个僵尸给搞掉了 寒冰菇其实都没多大用的 哇 大老花生产大老花 这是套孩啊 兄弟们 这个地词有一点点用 其实也没多大用 现在我们有三朵大老花了 那我又可以说出那句话了 游手就行 但是我们缺的是阳光啊 我们很缺阳光 卡槽里面的植物都是需要阳光的 不然的话只能摆着看了 双头射手 防守第五路吧 哎 这两爷子怎么啃的这么慢呢 还没啃掉这个高坚果吗 我们再砸 这一个寒霍菇我们就放在中间 因为这个第三路的第一个格子是一个佳王博士 我们之前这个位置的佳王博士我们已经打过了 打公仔放在后面的话是咬不到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吸取教训的 现在我们有了机枪射手 有了三百阳光 继续砸吧 是一个高坚果 高坚果放在这里 坚果墙放在这里 现在时间已经一分半了呀 其实我们不能 这是一个三叶草 三叶草好像撑杆跳僵尸 跳了僵尸 可以可以 这一把来了猫尾草 种不下吗这个猫尾草 怎么回事 怎么种不到花盆上 难道只能种在地上吗 花盆上确实种不下去 确实是只能种在地上 那么种在 种在这里吧 种在第二路 保护一下大老花还是不错的 现在已经两分钟了 还有将王博士没打的 我们必须在三分钟的时候 砸将王博士 这个是个小丑 果然是一个小丑僵尸 我们得加快进程了 那我们就继续砸 有了猫尾草的话 这些小僵尸还是不怕的 哪怕是三爷是不是 罗布保护伞 第五路砸了 一个火把辣椒去你的 这个巨人应该是没问题 现在呢还有两个僵尸罐子 还有三个加上将王博士 还有三个 动静一下 第一路是一个巨人 第二路的罐子是一个二爷 这两个家伙可不好打呀 现在已经三分多钟了 不行必须得砸住将王博士了 不然待会确实时间来不及了 但是我们只有这么点植物 怎么打将王博士啊 我的天 只有两百多阳光 向日葵都舍不得给我来一个吗 但是我这个位置的魅惑菇 这些僵尸也走不过来啊 没法成为打工战 三分半了 还有一分多钟 这难度是不是有点高了呀 山叶草 我要向日葵呀大哥 来什么山叶草 这山叶草完全没用 怎么办这一关 又掉落了阳光 还好僵尸会给我们掉落阳光 不然的话 刚说草草草草草就到了兄弟们 还是向日葵他父亲 双子向日葵 那这一把有希望了 但是这个时间怎么这么快啊 怎么四分钟啊 而且好像将王博士下来的时间 是一分钟下来一次吧 是不是 那 我们只有一次的时间啊 来 先动静一下 看他吐什么球 应该是一个火球 那就动静一下吧 啊但是我这点输出打江王博士 拿什么打拿头打吗 再动静一下 真哥 真哥没地方放 可能是没了四分半了这个三线射手 画蛇天主了画蛇天主了呀兄弟们 江王博士回去了 那我感觉就没希望了呀 现在已经四分四十秒了 还有二十秒的时间 江王博士怎么打 打个屁 大嘴花来了 难道这一关需要大嘴花 直接一口吞掉江王博士吗 但是这时间也来不及了呀 这五分钟的挑战时间也太高了吧 高个穿穿了 哦哦五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 但是我一定要认识这个江王博士 我们等他下来 他有本事下来 而且罐子里面还有一个二爷是吧 我赞 江王博士 拿命来 世界安静了 但是这一关如果禁止使用大嘴花 五分钟的挑战时间 有没有通过的可能性呢 好的我是猪哥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